哎呀 周老师 哇塞 干活呢 还是那么漂亮啊 漂亮管你什么事 你就已婚的老男人了 管漂亮不漂亮 已婚男人就不能看美女了 你怎么知道我已婚了的 谁跟你说的 这听谁说的 我听你的粉丝说的 哇塞 那你这个调查我调查了 那给你看一件货 你帮我看一下 你看这下面像不像云层 云层 对啊 你没看到吗 看到像云层一样 是有点那种感觉 我要调个双面调的观音 一边站着的一边坐着的 然后就感觉给它 相对在这个云层上一样飘着的 能不能调 调两面 两面观音 那功夫有点高哦 怎么了 你还怕我扬起你啊 嗯 好好吃 行行行 那你都发话 那我还能说啥 那你还想说啥 没说 我还想说 我没有女朋友 哈哈哈 行行行 那我就帮你做吧 好 这料子呢 比较厚装 棉的位置呢 也比较像云层 一层一层的 既然客人有要求 那我们就先帮他设计一下 正面呢 我们就给他设计一个 站观音 站在云层上面 背面呢 就设计一个坐观音 坐在云雾缭绕的云上面 刚好结合料子的本质 设计出来呢 还是挺有感觉的 那我们就直接开工 为了节约时间呢 雕刻过程就不一一展示了 给你们知道一个大概就行 知道我们是从头到尾 都是手工雕刻 顾完半点继续讲 说到这里呢 半成品也做出来了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关完光以后呢 效果也是杠杠的 希望粉丝收到以后呢 能满意 喜欢的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